今日依之国股推介是招商局港口144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选 原因是招商局集团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是中国主要的航运集团 拥有央企国资背景 国企改革主题下 估值有望提升 其中招商局港口是内地最大的公共码头营运商 息率和估值都被同业吸引 可以加以关注 招商局港口成为11.48 预测PE5.8倍 预测息率7.9厘 税、银、子、估值吸引 和同业中远海运港口比较 中远海运港口 预测PE6.2倍 预测息率6.8厘 招商局港口占优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招商局港口去年盈利增加一成 去到90亿 今年倒退8%去到82亿 策略方面 招商局港口可以11元以下收集 先上网11.9 征穿再上网13元 4.9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